大家好,我是于荣宽 因为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要退位了 微信有人让我分析一下 于是我就弄了这个视频 玛格丽特二世生于1940年4月16日 上午10点左右 地点是哥本哈根 用真太阳识排出来是这样的 非常明显 就是土经过旺 一般来说是要用木来刻土 要用火来制经的 也就是所谓的时商配音 但是这个八字 木在刻土 但是不生火 火在生土 而且又拱金 显然 这木火联盟是三心两意的 只有藏杆里面的水 是可以确定非常可靠 所以水木相生才是重点 与其说它是时商配音 还不如说它是以财 自杀 这个八字第一眼看上去是土最旺 因为德令党重 还有火来贴身相生 可是第二眼又发现 四丑拱有 金也是德令党重 又有土来贴身相生 潜力巨大 然后第三眼 又发现水的能量充满了三个地质 满到几乎要溢出来了 又何尝不是德令党重 又有金来贴身相生呢 可见这土经水三行 就像浪潮一样 前赴后继 涌动相生 一波还比一波强 喜神 清出于难 所以格局很高 七萨代表军权 但是这里的七萨 藏在尘土里面 缺少其他的根器 援局也没有行冲来开库 代表了刀枪入库 代表了军权被封印 这正是现在的丹麦 实施君主立宪的标志 之前分析英旅王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了 这种欧洲的君主立宪 说国王是个橡皮图章 那其实并不对 但是要说他不是橡皮图章 好像也不太对 毕竟被封印的能量 在某些岁运 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 就算他99%的时候 都不能启用 你却不能当他没有 是吧 七萨在女命当中 代表男人 在这里 也就是丈夫的意思 七萨 虽然被藏在财库里面 但是他跟日元之间的关联 是完全畅通的 没有任何毒塞 也意味着情路并不坎坷 七萨代表军权的时候 是被封印的 那么代表丈夫的时候 难道也是被封印的吗 答案是 道理差不多 但说法不一样 第一天水 有句话说 吉神太陋 其争夺之风 凶物深藏 成羊虎之幻 意思其实是 当元居的祭神过望 又露头的时候 祭神 最好是藏起来 不要用鸡蛋碰石头 很明显这里的祭神笔尖和伤官 得令又透干 锋芒尽险 祭神 偏才和七萨 却刚刚好避开了锋芒 藏在地址里面 刺激而动 所以将七萨作为夫心看的时候 与其说他被封印了 那还不如说他被很好的保护了起来 进可攻 退可守 状态已经好的 不能更好了 这条大运 由东向北逆行 本来进入西方的时候 就应该开始倒霉了 但是刚好 虚运 被解幕盖头 身和有 身和有上面又顶着人鬼 画迹为喜 所以能扛到心运 才退位 出身王室 十多岁 身格为王储 二十多岁 登基 在五十多年 整整连续八十年的好运 享尽人间富贵 跟他的表姐 伊丽莎白二世差不多 都非常接近完美